斗鱼女主播陈一发,这几天谈伤大事了,银网友指报她早年直播,只公然老民族上很开玩笑,笑嘻嘻地说出,南京大屠杀啊,日本党好快啊,这些轻浮的言论,还有在游戏直播中,说出了参戴晋国神社,这样的话,以及几年前她在微博上一些带有政治倾向的不当言论。 这几件事连在一起,瞬间触发了大家的爱国情绪,我认为陈一发拿民族痛点,当笑料太过儿戏,就连共青团中央等官方微博都点明了陈一发的行为,呼吁网络主播规范言行,事情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,变成了社会热点,所以陈一帮很快就被催上了热搜,在榜单上坏了一整天,也被网友骂了一整天, 不过要说明一下,这些视频并不是陈一发最近的直播,而是她几年前的视频,所以就有粉丝解释说,这几段视频是被断端取迹,当时陈一发并不是这个意思,只是一时口海,现在被扒出来还经过剪辑传播,显然是有人要黑陈一发,不知道他挡着谁的路了。 关于参拜靖国神社的那句话,也有其他玩游戏的网友出来解释,那只是游戏剧情,陈一发也迅速在微博写了道歉公告,为自己过去的错误言论道歉,表示今和会积极改正,接受革命教育,铭记历史。 而且这次平台方的反应也相当快,陈一发所属的斗鱼直播,也急忙告了歉,说会要求陈一发进行内容整改,但是这个从宽处,你并不能让大家满意,分分要求封杀陈一发。 之后斗鱼直播也对陈一发做出了进一步的处罚,直接封了他的直播间,希望能平息众路。 但是网上对陈一发的公关,也就是两个极端的反应,粉丝觉得他及时承认错误,道歉诚恳,希望大家能给他机会。 而且长期看他直播,知道他性格就是心直口快,但不是那种会作妖的女主播,也有人不能接受他口嗨的说法,希望平台能永久封杀这种不良风气的女主播。 不知道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,总之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,话说因为陈一发,可是直播界大体量的女主播,曾经和冯提默,周二和大表姐并称斗鱼F4, 现在作用本丝几百万,他在玩直播之前学的是建筑专业,当开始直播的时候,还会画建筑图,没有走卖肉,杂交这样的路线,而是靠幽默搞笑圈了一波粉,还会打游戏,唱歌,被粉丝戏称是被唱歌耽误向生事业的建筑师。 后来真正让他活起来的是童话镇这首歌,挖将去网易,云看了下,这首歌评论,居然有二十几万,感觉唱得蛮好听的,不光有才华,陈一发的连在女主播中,也算是比较有辨识度的。 还因为五官和贾琳相似,脸上也是肉肉的,被大家硕士点进贾琳,五官有棱有角,不是小女生那种精致又柔和的感觉,反而很庆和她直来直取还幽默搞笑的个性,容易给人大大咧咧性格好的印象。 不过一直走精神不做作,靠拆华圈粉的陈一发,脸其实没有粉丝说的那么天然,我们来近距离看看她的脸,今年四月份她参加活动的录拍图,能看出来显得有点老态,脸还比较僵,来看看放大图,额头过于饱满,整个脸部都有些疯,不知道是不是做了全脸的脂肪前冲,眼角也比较开,鼻子的痕迹还蛮明显的。 换个侧面图看得更清楚,这个下巴看着也是有点突兀,直播中的动图感手下不过是灯调整,让自己变美这些都是小事,也是主播的个人自由,只是这次陈一发,触碰的底线是更高压线,就很难被原谅了。 而且陈一发的这件事,让网络主播,这个,已经常被勾病的职业,又蒙上了一层灰,尤其是现在网络直播,本来就比较混乱,很容易因为一件事就引起大家对整个行业的反感。 但挖匠觉得还是不能一棍子打死一个行业,毕竟还是有一些踏踏实实直播,靠自己劳力换取酬劳的主播们,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,大家针对个人来评价就好了。 当然直播平台确实要好好整顿,让网络直播有一个良好的环境,社会主义好公民挖匠实实上线。